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综艺节目《乘风拖浪的姐姐》 在制造了百万话题讨论度之后 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又有了新动作 火药味十足的官宣海报一出 粉丝们立刻就跪了 有折服在长沙练舞的宁静节 这个夏天注定不会宁静了 纵然是参赛里面年龄最大的姐姐 但是字典里面从来没有过放弃两个字 可怜的杜海涛本来想打call 却因为海报的排序问题引来了送命题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 练好就喝奶茶否则就扯头发 还有说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 也有批波斩浪的魄力 我姐做事全力以赴 光芒万丈隐藏不住 姐姐们的宣言聚聚如雷挂耳 每一位实力和资历兼备的姐姐 都是一副惹不起的样子 她们来势汹汹 是要去征服所有的不服 去拒签所有的标签 很是姐姐的底色 隔壁创造员的妹妹借不到广告 寓意还修的问投资方说 是因为我站的不够高吗 就被大赞好感说 这是没见识过姐姐开口的功力 来踏浪的张雨琪姐姐喊话粉丝说 不用送我礼物 我要的你们也送不起 能给我送个C位吗 有足够的实力 才有港犯狠话的底气 这一届的姐姐到底有多狠呢 看接连爆装料呢 你就知道了 穿制服训练不舒服 集体把穿 按照惯例的话是需要上缴手机的 然而到了姐姐们的这里 惯例就成了随姐姐们高兴 第一次录制节目呢 是用了20多个小时 姐姐们年纪大了 hold不住 发起了傲娇的小脾气 网友们笑称 这是史上见过的最卑微的节目组了 邀请来的哪是姐姐啊 分明就是姑奶奶 有粉丝担心 作为发起人黄晓明导师的个人安慰 冲她喊话说 好好说话 保命要紧 更诚心的建议啊 将节目改名为 小名利险记 她们哪里知道啊 姐姐们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自打就用到训练阶段 解圈的画风啊 都是这样的 酸酸甜甜 就是她的张寒韵 参加女团训练短短几日 马甲线就依稀可见了 超级女生玉可维 心有余悸的戴上了护腰 防护自己的老腰 电视剧安家幕后的老板娘 作女代言人张萌 为节目抽到秀发掉一地 快乐家族舞蹈担当的吴昕 为了能够顺利的C位出道 居然去工作室苦练舞蹈 遇到敢拿命拼的姐姐们 连看不上 一颗拉以下的碎钻 用爱马仕买菜的张雨琪 都越来越没了自信了 这哪里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呢 她不是来兴风作浪的姐姐吧 姐姐们这股子很劲啊 其实更像是吃来的中年叛逆 她不是意识兴起 不为符合人设 完全是经过时间的沉淀 岁月的洗礼 练就的一身刚雨韧的本领 姐姐们纵然在 如何的兴风作浪 评的呢 也是乘风破浪的本事 少女感审美之下 被低估的姐姐们 现在的姐姐们呢 活得到底有多么刺意呢 以前就有多么的憋屈了 曾经在少女感 大行其道的审美之下 少女成了形容一个 女性最高的赞美词汇 故于追求少女人设 让过了少女年纪的姐姐们 身份尴尬 处境艰难 如一传开国之初啊 周迅以44岁的年纪 扮演18岁的少女 被群嘲了 观众诟病 她是整部剧的败笔 吐槽她侮辱了18岁这个美好的年纪 诋毁的话 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聚 即使是一向通透豁达的周公子 也变得怀疑自己了 她在与陈可欣导演的一次对话当中说过 我真的早上起来坐在沙发上面就开始哭 可能我一时五晚直面 人会衰老的这件事情 虽然周迅的演技依然在线 但是呢 当她不再似当年 那个活泼灵动的小太平公主 变老 就成为她犯下的错 在克泽年龄挑剔样貌的重压之下 姐姐们呢 变得无比的焦虑和委屈 被作为女王的大S 在节目当中透露 自己所能够接到的角色呢 就是饰演王大陆的妈妈 明明还在盛开的年华 却要面临枯萎的命运 这让姐姐们心有不甘 我就是演员的节目里面呢 杨蓉说出了多少 中生代的女演员的心声说 年龄30多了 还在维持着少女人设 因为怕被淘汰 临系上女人设意味着女要放弃自己的舞台 或者终日与婆婆妈妈的角色为伍 不是姐姐们不肯接受成长的事实 而是大众拒绝接纳她们变老的模样 看不到她们青春不在的脸庞背后的价值 不破不立 姐姐崛起 年过不惑的刘敏涛 再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以别的姿态洗涕热搜 相似卫视的晚会上面 她与韩雪万倩同台合唱 红色高跟鞋 身着红裙 清歌漫摇 白眼三菲 带着三分凉薄三分绩效和四分的漫步惊心 刘敏涛沉浸式的表演 生生的将歌曲演绎成了摇晃的红酒杯 这样略带作作的表演 放在任何一个新盛带的身上 可能都会遭遇到翻车 然而放在刘敏涛姐姐的身上 却要网友们大呼有趣 这种潇洒和自信 正是姐姐独特的魅力 曾经的刘敏涛在事业和家庭当中选择了家庭 一心相夫教子 七年的婚姻生活 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事业 还有刺激 前草寺前 渗入分文的她 连吃一根抹茶冰淇淋的愿望 都没有能够实现 就她自己活得太可悲了 几经思量之后 她毅然地提出了离婚 重回自己喜爱的大屏幕 鸡蛋由外打破是食物 由内打破便是成长 建立少女的青春和单纯 遭遇生活的痛饥和锤炼之后 刘敏涛重新找回了自己 在自日多岁的年纪 吃着自己买来的冰淇淋 她无不感慨 说 细细品来这是自由的味道 吴欣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之上 仿佛永远都是一块背景板 她对此感到迷茫和焦虑 甚至还一度哭上了热搜 镇头之后 她摒弃掉了小公主的人设 向着自己梦想的样子火力全开 经营的餐厅有口结杯 参加烧脑节目逻辑缜密 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打扮自己 成为了时尚达人 放弃了傻白甜人设后的吴欣 活成了名副其实的心结 尽管主持的时候 她仍然站在舞台的最边上 但是早已经自败气场 按照自己的心意 吴欣努力地活出了自己最美的模样 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曾经说过 当你活成真实的自己 还是有人喜欢你 有人不喜欢你 但是你会更喜欢你自己 没人鼓掌 也要做自己的无眠女王 第四章话 荣获47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时候 郝磊正在话剧柔软的舞台上进行演出 因为演出 她未能够参加现场颁奖 尽管就是她当时获得过的最高奖项 她拒绝了导演 孟静辉调整演出时间的提议 理由就是说 我不能够扔下观众 不管毕竟演员最重要的工作 还是表演 这样一位深爱表演的女演员 最近在国产片春潮当中 一个镜头就让观众窥见她的实力了 影片当中的母亲喝醉之后 用厌恶至极的语气 对郝磊饰演的女儿无端谩骂 片中的郝磊脸上是一派平静 对于母亲的指责显得毫无在意 当母亲离开之后她一声不吭 伸出了整个手掌 握住了仙人球 发泄内心的痛苦 随后再若无其事地 擦掉了斑斑血迹 脸上的云淡风漆和手上 凸起的金鸡形成了仙灵的对比 郝磊通过自己独特的演绎 让观众将女儿内心的憋屈和苦闷 一览无遗 有人说郝磊是最被低估的女演员 19岁就出道了她 一直都不太红的 对此郝磊在非常近距离的节目当中说过 我的梦想并不是要有多红 或者是要拿多少钱 我的梦想是我的名字 可以出现在表演的教科书上 历经世事早已云淡风轻 外界的评价 丝毫不能够动摇她那一份 深入苦血里边对表演的执着 她坚守初心甘于寂寞 正如知乎上面对于豪磊演技的 高赞评价说 这个时代配不上她的演技 岁月会带走青春和容颜 却也回馈成熟和自信 这一份历经岁月洗礼的成熟和笃定 没有时间能给 有人问豪磊 若干年之后提起豪磊 也希望大家怎么去评价 豪磊回答说 一个值得尊敬的女艺术家 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 期盼姐姐们出圈呢 因为她们不予于外界的评价 尽情地去展现真实的自己 用自己独特的阅历和坚持 在舞台上面 绽放每一个年龄独特的光芒 她们历经千番 依然心中有梦 眼里有光 那是我们梦想当中的样子 这样的姐姐们肆意张扬 哪里还会惧怕后浪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